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仍然是施詠仙先生 和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在節目開始,先要問施先生的問題 因為這星期有幾多觀眾朋友 都問過我們,聽說施先生會退出中原日常業務 施先生對其他的宏觀評論,會否停止? 施先生,怎樣回應? 我會從中原的主業才退出 因為中原主業是做地產交易服務 中原做了42年 亦有一批同事,積累了經驗,有一定的能耐 所以我認為他們都能夠把握 我不在,他們應該做到有餘 尤其是中原中國 過去一年,我都沒有上過去 一樣都能運作到 所以舊的業務,我會放手給其他同事負責 中原證券或跟金融有關的業務 是中原後期派生出來的 在中原來說,都是新的嬰兒 還要照顧一下 所以都會關注多一點 古壇事件,我都會繼續參與 應該還有機會 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內,都會跟網上的朋友交流 那我就放心 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有很多朋友問過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放心,未來一段時間,仍然施生都會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意見 今集開始,我想講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近來的股票,尤其是小價股或概念股 真的升得比較厲害 例如今日,我們錄影時,星期五上市的999.92 普普馬特,抽了IPO,普遍有八九成以上的回報 浩德,我先問你,你覺得近來股市的小價股都有些泡沫的出現? 有些是危險 其實這段11月打口 我連普普馬特,做甚麼都未曾很清楚 不如我介紹一下,又向觀眾朋友說一說 普普馬特的股票號碼,就是999.92 剛好上市 如果很濃縮,就很簡單 他做了一個所謂盲盒 但大家聽到盲盒,是看不到的意思 盲盒的盒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這間公司的歷史並不是很長 大約10年歷史 一開始 創白人來到香港 看到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超小位零售 叫做Lock On 大家可能在香港也見過 做一些比較潮流的生活百貨 回到大陸後,他覺得這個生意模式不錯 他嘗試去做 他發覺,幫人做這些代理 印尼者記得一個牌子 沒有記得一個店舖 中間人的角色不高 他想轉型 在早幾年,他有問客人 大家有興趣 他觀察到一件事,有一些日本的公仔 賣得很好 在當刻,好像佔去生意,好像三四成 他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他希望做轉型 做賣的公仔 當時他做了一些研究 究竟哪些公仔賣得好 他發了一個設計師,就是香港的 他專門在大陸飛來香港,跟設計師討論合作 成為了他第一個唱出的公仔,叫Mori 他不斷買一些公仔 不是很貴的,是幾十元 但他有一個盲盒的概念 顧客買之前,不知道你買哪一款公仔 有點像日本福袋的概念 買之前,知道裡面是一些東西 但未必是你那款 或者可以扭蛋的概念 令到一種新的消費模式 有些人覺得公仔很有趣 或者想儲存這些公仔 用一個盲盒來買 當然,他的設計和受歡迎程度很高 甚至有炒風 剛才說,那些幾十元的買入一個盲盒 如果有比較熱門的限量版 其實可以炒得很厲害 炒到幾千或幾萬元 有些人覺得比炒波鞋更開心 整體來說,現在年輕人的消費群 以前比較少見的消費模式 剛才David問,為何股價這麼嚴重? 因為今年比較著重的投資主題 老一代或傳統的消費模式 好像已經窮盡了 新的顧客去花費 但現在新一代的人 花費的錢 可能是不去到這樣的戲院 可能用到很多錢去打機 很多錢去看B站 長市分、短市分、短市分 或者類似的消費 所以,你都解釋了為何這麼嚴重 短短期間都很嚴重 今天,如果上市之後 最新市值都去到差不多一千億 一千億 要賺多少才能滿足投資者的期望? 這個有一個好處 大家看到很多熱炒的股票 都是輸錢的 但這間公司都賺錢 最新我記得,應該看招股書裡面提及 其實之前已經賺4億 當然,低估值都是貴的 但至少是賺錢 但如何新發呢? 裡面有多少高科技? 都沒有什麼 原本是傳統賣公仔 公仔特別一點、漂亮一點 或者賣的手法有不同 剛才說過,用盲口比較潮流的新一代方法 其實這兩三名大陸是最受歡迎的 亦都說他們希望 一開始靠一兩款的公仔 令到它突圍而出 當然,可以慢慢變成平台 當他有這個基礎後,他會找更多設計師參與 或者在這個熱潮中,能夠再顯化新產品 甚至他們說,希望成為中國迪士尼 或者是另一個模式的中國迪士尼 所以,為何資金這麼熱統這隻股票 現在一定要靠幻想 因為不幻想,股價不動 以賺4億來說,股值至250倍市盈率 雖然有幻想空間 施先生,你覺得新股250倍市盈率,仍然有人追捕? 究竟是市場問題,還是正常狀況? 當然,不是正常狀況 但亦是正常的反應 我記得今年一開始,我說看好股市 其實不是說看好經濟 資金泛濫,大量的錢要找地方發 當然有一定的流日地產、流日股市、債市 全部資產市場都升值 趨勢是,每個人都去買債券 債券利息越來越低,低度負利率 每個人都去買股票 股票的PE,越升越高 有些沒有錢賺,等於升至無限大 每個人都去買樓 香港經濟不太好,失業上升 樓價一樣跌不下來 這是貨幣因素造成 現在,差不多買到沒什麼好賣 每個人都不值得買 有前景、有幻想空間,吸引多點 其實西方的金融市場,一直都因資金過多 是正在易化 變成貨幣不值得投資 才會有那麼多衍生工具 不想投資正式的資產 賭博的工具投資 否則資金都沒有出路 過去玩的,遲早就會爆破 金融海嘯就是這樣來的 問題是何時出現 所以,我之前也有說 未來是一次資產大蒸發 先有資產大泡沫 泡沫爆破,便是資產蒸發 看看誰有辦法逃過這一節 先生,你擔心資產大蒸發 你認為2021年有沒有風險 風險,其實是越來越大 很多投資者,都對這個情況,是有擔憂的 索羅斯都說,泡沫帶到他都不敢買 都不知買甚麼好 但是不買,看著資產爆發聲升 看著錢,就一直貶值 購買,可能有一次爆發聲升降機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 資產平均一點,不要折騰到一邊 另外,不要太浪 想這麼高的回報 你不太浪,做少一點槓桿 賺少一點,但出市時跌下來,你會有些擔憂的 所以,金價雖然現在不太好 我仍然拿著一部份 我仍然想著,將來真的有朝日爆煲,也有些渣 所以,對中風險很重要 除了剛才說,香港的一些股票升得很誇張 近來,尤其是美股有誇念的股票 給我感覺,好像有少少A股化 每一天的幅度,甚至比新興市場更加厲害 好得,我知道,C基金有一部份是買美股 亦有買到一些科技類的股份 近來,如何評價股票,即是美股的走勢 剛才阿Dewy,你提到 香港,你見到部份的股票,好像升得很急 但其實,我覺得是個別公司的現象 反過來,美股,我覺得過去兩個月 泡沫的成份,其實都頗高 我自己也有做直播說 這個叫做,吃倒的葡萄也是酸的 因為我們C基金都有參與部份的美國科技股 大家可能知道,Buffet有買的Slowfake 做一個Cloud Data Warehouse的生意 上兩個星期,升了差不多三、四成 一間幾年的公司,現在接近1000億的市值 1000億是甚麼概念? C基金就已經大過波音 1000億是大過Zoom 當大家覺得Zoom是今年很泡沫的股票 其實近期的股票更加厲害 大家可能看納斯塔指數未必見到 其實納斯塔指數在11月 大家擔心疫情之後 所謂新舊板塊,有一個Votation 就弱了一下 但其實都不是太差 跟傳統的道指都差不多 如果看羅素2000科技指數 其實這個11月至今,一個半月升了三、五成 背後有很多二、三線的科技股 炒風都很厲害 當大家看見傳統炒,Amazon、Facebook都不太動作 但背後這些,我的觀察大約是 100至300、400億美金左右的科技股 或者做BioTech類似的股票 其實這段時間都很誇張 每天升幅,可能是5至10% 牽涉很多次,幾百億美金 每單日升幅都很誇張 他們都完全不是所謂擾股,沒有生意做 是股值這段時間都膨脹 其實在美國本土市場,都很兩極化 傳統的對沖基金經理,都是沽空倉庫 當然,在這麼短時間爆升 很多對沖基金,如果真的沽空,都被人夾死了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看幾個禮拜之內,很多股票升幾成 其實是很誇張 我覺得今年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第一,美國看到一隻Tesla之後 大家想著追逐一隻Tesla 可以幫他買一隻股票就財務自由 現在很多散戶都是這樣想的 第二,當然今年美國的散戶參與很高 例如他們很出名的一個股票行 羅賓漢 因為他們這麼受歡迎 年代他們預備IPO的股值也提升了 第三,我之前提及過 美國本身今年,市場有變化 多了很多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即是空頭的支票公司 沒有一個目的下,在市場集資 然後再用香港學股 去收購一些有幻想空間的股票 例如我們之前聽過Nicola 電動車概念 很多都用這個方法去做 令到在那邊,整個市場氣氛都很誇張 我個人的建議 第二,就要學私商說 看到泡沫,第一是要認清 我實在說笑 泡沫,很多人因為過度參與泡沫 亦都可以輸身家 但很多人發達,都是靠泡沫 至少第一件事,認清市場 現在都是有點過熱 適度參與 我認為你有一部份拿去博鋪 是OK的 你不要拿身家勝定去博 應該是控制很風險 但見到泡沫,不能一見到又太嚴重 至少股票市場 其實永遠都是一種冒虛亦冒實的情況 但我覺得 在這時,我自己覺得 給一般朋友的意見,就是量力而為 不過都可以參與一點 施先生,這段時間我見你的評論 都有不少是關於美國的經濟 你認為美國似乎都去到金融發展 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 其實股市又升得那麼厲害 但疫症又很嚴重 其實美國隨後的情況 可能會比較令人擔心 無論是經濟或是股票 美國的經濟 先說股票 股票這段時間 很受疫苗消息所刺激 大家覺得 有疫苗出,經濟有救 但疫苗出和經濟有救 我相信都有一個時間 本來股市會提前反映好消息 但如果這些好消息 被過高地估計 在價格反映出來之後 最後再出消息 發覺不太快可以解決問題 可能股市都會調整 我認為美國現在的疫症仍然上升 這一疫苗 仍然是上次感恩節之後的後果 感恩節多了人與人之間接觸 接下來一個節日 是西方最重要的節日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還有社交活動 一起開派對去Happy 都會令到疫情傳播得很快 現在美國疫情很可怕 每天有20萬新增確診 以香港人口對比,等於香港一天要4000-5000人確診 病毒已經散佈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他們全部都差不多是隱形大困 因為美國都沒有時間去追蹤、隔離 所以如果社區的接觸一增加 我相信聖誕節、新曆年之後 巴巴聲又飆過 現在都20多萬 到達25萬、30萬 以拜登之前對付疫情的方法 就不同於特朗普 特朗普認為,經濟繼續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認為,我載人,我都不會封 但拜登不同 拜登是希望控制疫情 說明他上台,會要求戴口罩洗手 限制社交距離,有嚴重的可能會封城 但這樣一做,接下來的經濟數字 就會變差 所以我認為,再衝一輪之後 一些與原先樂觀期望不一致的數字 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借勢調整一下 因為現在這些價錢,你再拼命升不調整 就不會去得持久 所以我相信,這個日子很難估計 先生認為,下年初要小心點 下年初升一月之後 可能會有些不好的經濟數字 就會再調整一下 最近這兩天都看了一些數字 都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在國內,零售餐飲 在疫情之後,都反彈得不錯 但9月10月,數字上高 大部份都會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回升 但到了11月,其實又開始慢下來 參考中國的節奏軌跡 其實美股都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開始見到經濟復甦 或者很多活動開始好 但其實未必是一個善性上升 中間也有機會 好像剛才施生這樣說 可能疫情,或者隨著社交情況 疫情的發展,可能中間也有些調整 我覺得見好的時間,都要想定 如果東西再回升,對股市走勢的影響 在價位比較高的時間,反應就會大一點 似乎兩位都對美股,有相對審慎的態度 回到香港 香港的疫症,雖然沒有美國那麼嚴重 但近來的確明顯上升了 很多新的措施,開始限制群眾聚集 施生,你認為未來一季 香港經濟會否受到負面影響 比較難像想像般,大幅反彈 香港的疫情,雖然這段時間還在升 但我認為升到這個水平 也有機會慢慢控制 因為以之前幾輪的經驗 當政府出現相對嚴厲的措施之後 疫情是可以控制到的 一個香港人其實是比較配合 在戴口罩、個人衛生方面 現在,我見身邊的朋友 緊張起來的都多了 主動就會少出街 例如我們公司也分了AB組 輪住工作運空 這個都有幫助 不過,食肆 其實之前那段時間,很旺 香港人都沒甚麼好做 又不能去旅行 又不能開派對 吃飯,還去那些 Find dining,比普通的好生意更好 現在,晚上不讓你吃 一定是少了一點 這些措施 我相信會陸續見效 陸續見效,但如果不清零 對香港的經濟沒有好處 所以現在社會上,多了聲音 政府不要做一點做一點 要不去到最盡 一個月的時間,每個月都停止 每個月都嚴格執行 但我看政府可能人手不足 現在有時叫人去檢查 派進都派不到,檢查了 沒有那麼多人手 要跟蹤,要限制 政府應該為下一輪嚴格的防疫措施 先做籌謀 你要調人手,請人 香港的醫務人員 我相信都要開放一點 如果不用內地的人 檢查,或者醫院裡面的人手 一定要合乎香港的規格 可能是做不到的 打仗的時候 打仗的時候,誰是救護士、救醫生 獸醫都派上戰場 修女又去連傷口 現在跟打仗差不多 如果你是開放一點的態度 用內地醫院的人 武漢都是全中國各地派去 才能夠及時解決 有足夠人手,才能行一些嚴格的措施 有些人,為何不行? 沒有人,未準備好 宣佈措施容易 落實措施難 政府應該為明年年初 玩一個日子,真的行一次整個月的嚴格措施 其實紐西蘭、澳洲 做了之後,都可以有效 如果真的可以清零 跟一些附近做得比較好的地區 能夠恢復一些往來 恢復經濟活動 好過減了一年,都是好一陣,不好一陣 經濟很難康復 今集時間到此,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對CE基金有興趣 不妨他們的網站或電話查詢 我們會給予相關資料 下集再見